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到年龄不结婚 这个我分享有几种 压力大 第一 第二呢 这孩子你说你结婚一般自己要孩子 一定要不要孩子 要过人二人世界的 这孩子你说得花几百万 昨天说粗算 在一个阶段就一百万 一百万 一百万没打准呢 没人大了一上大学一结婚 买车买房 要好几百万 那到他什么时候花一百万 上中学差不多 中学就花一百万 现在你这小孩 学钢琴学美术学外理 哪个他妈便宜 对 都不便宜 都不便宜 甘琴那更贵呀 那还小时算 您这房 这两斤是五多米 350万 那真不便宜 这一般人买不起呀 谁买得起呀 你讲嘛 你做什么的 我做金条子 可能那个可行 那是不是也是关于他们 就是男孩 尤其男孩来讲 压力大吧 尤其咱北京的那些男孩 北京孩子 最起码你回家 咱不好听啊 能蹭吃蹭住去 外里孩子怎么蹭吃蹭住去 是那压力更大呀 你结婚你说你那些房 你老租房 现在工作哪有保障啊 尤其男的 尤其是年轻人的 男的来讲 这三十岁 就说是大龄的男女 不信念 有的事 就咱北京那 那您说是单身的男的多 还是女的多呀 女的多 我觉得还是女的多 我们女儿反正就是女的多 他们为什么都不结婚呢 说什么都有 省得他们省事 自己挣钱自己花 那女儿有女的 她那男的死了 那女的比我大 那闺女也四十多了 那你也找一个 不要孩子怕什么 那姑娘说的更绝 我找一个 那小鱼也有一仙词 有一个厚词 那也有一些 那我不是喊女儿吗 看不红尘了 这我爷子过得多舒服啊 想吃什么吃什么 他们有的时候 省得讲雷赘 啊